台湾这几天真的很冷 不过如果跟欧洲相比 那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了 超强的冷风笼罩欧洲东部和中部 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30度以下 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164人 塞尔维亚山区更有超过1万1000名的村民受困暴风雪中 激昂专家表示 西伯利亚的寒流将使得欧陆地区再冰封一周 乌克兰镇经历6年来最严寒的冬季 一些地区夜间气温甚至降到了摄氏零下35度 是欧洲受害最严重的国家 基金共有63人死亡 死者很多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们 博兰本周以来也有29人死于严寒 华沙市议会组织的特别巡逻队 对游民发放热食 塞尔维亚至少有6人死亡 大雪造成约1万1000名偏远地区村民与市隔绝 紧急服务部门形容 该国西南边境的情况非常严重 一些地区积雪深两公尺 14个城市受影响 紧急服务部门 尤其对病人和老人的健康感到担忧 在意大利 迹象专家说这是27年来最冷的一周 大雪造成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交通秩序大乱 周三夜里 亚平宁山脉一辆没有暖气的列车上 超过600名乘客受困7个小时 低温天气也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创下了记录 在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 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40度 新唐记者维清一综合报道 新唐记者维清一维合报道